火车事行这种事李世民怎么会错过 一大早他就带着一众朝廷众臣浩浩荡荡的出发前往火车站 臣参见陛下参见皇后娘娘 不必多礼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最前面的这个车厢是为陛下和皇后娘娘准备的 仅挨着的车厢是为陛下和娘娘的侍女和内侍准备的 在后面这几个车厢是为诸位大人准备的 最后面的车厢就是为侍卫准备的 安排得很好 那就赶快上车吧 咦 这节车厢怎么和朕之前看到的不一样 这是给陛下的专用车厢 火车马上就要开动了 陛下和娘娘还请坐下 陈去后面的车厢待着 陛下有什么吩咐尽快派人去找陈 别急着走 你就先在这坐着吧 坐这里 不合适吧 让你坐你就坐 不必拘束 我是真不想当灯泡啊 是 陛下 开动了 开动了 好快啊 不但快而且还十分的平稳 是啊 比坐马车还平稳 就是声音有点吵 速度这么快 声音吵一些也在所难免 还能看到窗外的风景 真是江山盛景近在眼底啊 卧槽 我这灯泡当得很不爽啊 陛下 臣想去后面看看 也不知道卢国公他们怎么样了 走 朕随你一起去后面看看 啊 臣觉得陛下和娘娘在这里观赏风景挺好 后面的车厢没有这里安静 无妨 朕正好也想走走看看 那好 陛下请这边走 车厢都是连通的 拜见陛下 免礼吧 你们这车厢还挺热闹的嘛 窗外风景很好 大家都在欣赏沿途的风景呢 哈哈 只需一个白日便可做看千里江山盛景 实在让人快为平生啊 大家现在对于火车有没有建议 或者发现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老夫还真发现了一个极大的缺陷 什么缺陷 你这座位也太紧了吧 老夫坐在这里都快被击扁了 你坐在这里确实有些急 但这并不是缺陷 质问这天下同你一样威武强健的人有多少 那倒是 如老夫这般强健的剃破 这事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是极少见 身躯庞大的人毕竟少见 若是因此而将座椅制造大了 不但用不上 反倒是浪费了空间 所以这不算是什么缺陷 那以后老夫坐火车怎么办 回回都被挤扁吗 长孙无忌等人听了 也不由沉思起来 这一次和朝中的同僚们挤在一个车厢倒也罢了 可若是以后再坐火车呢 难道要和市井百姓们挤在一起 皮小宝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毕竟这个时代不同阶层之间的壁垒 可比后世要森严多了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这种车厢是普通车厢 后面再特制一批车厢为尊贵车厢 尊贵车厢座位少也更大更舒适 而且若是有人出行随从多的话 也可以自己包一个车厢 不错 这个主意好 老夫就喜欢包车厢 这样岂不是浪费了空间 货车如此重要 每一处空间都不容浪费啊 需要坐车的人终究是有数的 等四条铁路都修建起来 足以承担起人和货物的运输 而且想坐尊贵车厢 就要掏高价钱 这些人肯定都不差钱 所以可以狠狠地宰他们 相反 普通车厢的价格可以降低 这样也算是回馈普通百姓了 这法子很好 对于富贵人是舒服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省钱 可谓是一举两得啊 长孙无忌等人听了 不有点头 这个方法确实是一举两得 至于尊贵车厢订高价 他们倒是并不在意 在贵能贵到哪去 而且他们在这条铁路中有股份 这意味着他们不但不会亏钱 反而能赚更多的钱 好 皮小宝 你这个主意好 此句洛阳要四个时辰左右 一直坐着会很累 大家可以时不时地站起来 走动一下 火车行进还是很平稳的 坐着还能有什么累的 你这操心的也太多了 只听说有走累的 跑累的 骑马累的 还没听说有坐累的 就这样在众人的说说笑笑中 火车到达了洛阳 下车后 大家看看天上的太阳 有种恍惚的感觉 真的不到一个白天的时间 就到了洛阳 现在还没黑天 好不容易来一次洛阳 不如我们杀进洛阳城吧 程咬金真是想起了 当年虎牢关大战的壮举 那可是一场让人热血沸腾的大战 这些老家伙们 许久都没有来洛阳城了 一个个听了 还真的十分易躲 既然来了洛阳 那不妨去逛一逛 好 现在太阳还没落山 城门也还没关 我们就去逛逛 赶问陛下 还有诸位大人 打算怎么去洛阳 走着去嘛 火车站虽然距离洛阳城不远 可也有二十多里路呢 难道你这偌大的火车站 就没有马吗 倒也有几十匹马 也有马车 不过等到了洛阳 怕是洛阳城的城门也关了 城门关了怕啥 你觉得正开不了洛阳的城门吗 陛下御驾亲至 当然能叫开洛阳的城门 只是城里差不多该消尽了 进去看什么 看洛阳城的夜色吗 唉 罢了 既然从长安到洛阳 不过半天的功夫 那以后有的是机会 我们歇息一阵就连夜赶回长安吧 第二天火车顺利返城 接着皇帝带众大臣试车的消息 就在长安城光俗传了开来 既然荣国公和皇帝都试诚过了 那接下来应该就是正式通车了吧 也就意味着普通老百姓 可以体验坐火车了 然而火车还是没有通车 因为皮小宝回来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工匠们将一部分车厢 改造成尊贵车厢 怎么火车通车运营的日子 还没定下来 对呀 火车都跑了这么久 皮小宝和皇帝都分别试诚了火车 他还等什么呢 就算是皮小宝暂时不想通车 但怎么也不邀请我们试诚火车啊 就算是不邀请我们 也该邀请圣南嘛 怎么说圣南也有火车的股份啊 妹妹 你可有火车通车的消息 暂时还不通车 为何 莫非出了什么问题 倒也不算是什么问题 皮小宝想改造一部分车厢 将车厢分为普通车厢和尊贵车厢 尊贵车厢更加宽敞舒服 价钱也更高 这个主意好 坐火车的人三六九等都有 像我们怎么能和普通百姓挤在一个车厢里呢 岂不是辱没了我们的身份吗 要我说 只分为两种车厢还是不妥 还是应该多分几种 再加一个超级尊贵车厢 哪用得着超级尊贵啊 若不想和人挤在一起 你可以单独包下一整个车厢 哦 还可以这样啊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还是皮小宝想的周到啊 妹妹皮小宝和皇帝都试乘了火车 他怎么没邀请你试乘火车啊 怎么没邀请 邀请你了吗 我怎么不知道 明天皮小宝带着家眷坐火车去洛阳游玩 我还有珍珠公主她们也跟着一起去 哦 妹妹啊 难道你就没想过 你最亲最爱的兄长 一直都在期盼着体验一下坐火车的感觉吗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还有个三叔 对对对 还有我们最亲最爱的三叔 也期盼体验坐火车呢 不用期待 改造车厢很快的 过不多久火车就会通车 这个全长安城的人都知道快通车了 然而我是真的一刻都不想等了 火车那么多车厢 我们就跟着一起去呗 现在就一个尊贵车厢 其他都是普通车厢 三叔你们若是不嫌弃的话 那就一起呗 坐普通车厢也不错 难得有这个机会体验啊 啊 对对对 那明天就一起呗 对了 你们要自备吃的喝的 就在老百姓都以为火车即将通车的时候 突然一道消息在长安城里流传了开来 荣国公带着家眷乘坐火车去洛阳游玩了 顿时人们都感到十分的无语 满长安城的人都心心念念等着火车通车运营 等的花都快要谢了 原本还以为火车迟迟没有通车 是因为有什么别的事呢 没想到竟然是因为荣国公要带着家眷去洛阳游玩 啊 荣国公这人别的都好 就是有点太宠媳妇了 就在长安城的百姓议论纷纷的时候 火车已经顺利抵达了洛阳火车站 太爽了 我们真的到了洛阳城啊 这可比坐几天的买车舒服多了 对啊 太快了 真的一个白天就从长安赶到了洛阳 真是神奇啊 比我们想的还要好 铁路修建开来 真的能给大唐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可惜啊 我们蒸汽车都制造出来了 却不能修建铁路 真是太令人懊恼了 若是我们也能修建铁路的话 不用多了 就修建几条 那我们太原王室就能更上一层楼 虽然天还没黑 但是我们此时入城也已经迟了 只能在这里暂且休息一晚 这里有客栈可以住 车马都已经准备好了 明天一早便可以去洛阳城 当然了 三叔你们若是想要返回长安也可以 既然来到了洛阳 那就不急着回去 明天你们尽管去游玩便是 我和青云正好要查看一下洛阳的产业 那行 后天下午 我们再次相聚 夜里返回长安 好 那就这么定了 两天的时间要游玩整个洛阳城 也只能是走马观花 常乐公主 豫章公主 以及吴许他们都觉得意犹未尽 李治更是恨不得 在洛阳再待个十天半月 珍珠公主和大嫂 也感到十分意犹未尽 完全被火车的神奇 深深的震惊了 觉得自己的投资 是最正确的决定 三天之后 火车站对外开放 铁路通车运营 你派人去长安城里 张贴告示 是 因为只修建完成了一条铁路 所以暂时只能单日 从长安往洛阳发车 双日从洛阳往长安发车 每天晨时三刻开始发车 深时三刻停止发车 长安火车站和洛阳火车站附近 都有客栈酒楼 错过入城 可就地歇息 一日进城 火车站附近亦有车马租赁 乘坐火车需要自备吃屎 火车上不提供饭菜 车厢分为普通车厢和尊贵车厢 普通车厢一座百文钱 尊贵车厢一座两万钱 一可承包一个车厢 承包尊贵车厢需一百万钱 普通车厢竟然这么便宜 从长安坐马车去洛阳要走十天八天 不说花费的时间 这一路上的车费还有住宿吃喝 至少也得几百文 是啊 以后啥子才坐马车呢 不过这尊贵车厢一座两万钱 可真够贵的 两万钱确实很贵 不过听着名字就知道 是为富贵人准备的 咱们这些普通人就甭想了 大唐火车正式开通运营 长安城轰动 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 唾沫横飞地说着自己做火车的体验 朝廷也开始规划路线整合土地 准备修建更多的铁路 而以后修建的铁路 就和皮小宝无关了 如今清闲了下来 王胜南也又送来了二十车橡胶 皮小宝就准备给府邸装上电灯 就在此时 武姓期望世家大族连媚而至 恭喜国公铁路通车大获成功 汇集万千黎民 真是普天同庆啊 是啊是啊 这几天长安洛阳的百姓 都对火车惊叹不已 都在为国公的定价 而感激不已呢 不说这个了 这几天恭维的话 我实在是听得太多了 耳朵都快起剪子了 这几天怎么都没见你 忙什么呢 忙着给家里安装电灯呢 也安装得差不多了 以后我这府上就用电灯来照明了 这么快啊 今天我们来 除了恭贺国公之外 还想问一问 这发电机和电灯 国公打算什么时候对外出售啊 你们想买发电机和电灯啊 正好我库房里 还有十几台发电机 电灯也有不少 既然你们这么想买 那就先卖给你们吧 你答应了 对啊 本来我就答应了 要卖给你们啊 你们想买多少 国公不知道发电机和电灯的售价几何 发电机三百罐一台 灯泡的话五百文一个 电线的话 因为橡胶不多 暂时只能给一帐厂 售价是二十罐 三百罐 是我听错了还是你说错了 国公是不是少说了一个万字 确定不是三百万罐吗 没错就是三百罐 这个价格也不算很低吧 主要是现在还缺橡胶 等以后橡胶采集的多了 发电机灯泡 电线的价格还会继续降低的 发电机何等神奇 怎么就只售卖三百罐呢 三百罐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绝对是一个天价 几辈子都攒不到那么多钱 但是对于世家大族的人来说 三百罐只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数目而已 在他们的认知里 发电机是神器的质保 至少能值几十万罐 哪怕皮小宝售卖三百万罐 他们也不会感到意外 却没想到只售卖三百罐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售价便宜不好吗 难道你们还希望我售卖的贵 废话 我们当然希望能将发电机的价格定得高一些 不然就算我们仿制出来了能赚几个钱 发电机这么神奇 售卖的太便宜不好吧 这可对不起发电机的威名啊 更对不起国公你的奇思妙想 是啊是啊 这可是神奇的发电机啊 这么一三百罐就是对发电机的侮辱 发电机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神奇 结构挺简单的 而且造价也确实不高 所以我思来想去 觉得定价三百罐还是挺靠谱的 这样也能让更多的人买得起 用得起 不是吗 国公还真是为老百姓考虑的大善人啊 这绝对是良心价 良心价 你就不能把良心胃口吗 怎么 你们觉得这定价是太高了吗 那你们到底还要不要买发电机啊 买 我们当然要买 无论你出什么价格我们都买 那好 发电机和电灯就在国公府东边作放的仓库里 你们什么时候想买 直接去挑就行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你们在购买发电机和电灯的时候 会有一份安全操作说明 一定要认真研读 因为电是有危险的 严重的话会造成死伤 所以对这份安全说明书一定要郑重以待 一定 一定 我们想在改改什么呢 当然是回去取钱 然后来买发电机和电灯 快点买回去免得夜长梦多 我倒是希望夜长梦多 希望皮小宝反悔改卖高价 皮小宝这个定价肯定是早有预谋的 他应该知道我们要仿制发电机和电灯 所以他不会轻易改价的 我就想不明白了 既然皮小宝知道我们要防治 那他更应该卖个高价 趁机打赚一逼 他这么底价卖给我们 我们一样会研究发电机和电灯的秘密 王兄为何一言不发 若是王兄能劝一劝皮小宝的话 也许能让他改变主意呢 皮小宝既然打定了主意 又岂是我能劝的动担 皮小宝当初说的宏愿 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全天下的人都能用得上电灯 所以他卖这么低价也不让人感到意外 算了 不说这个了 我们还是尽快将发电机和电灯买回去吧 看能不能仿制出来 还是派人回去取钱吧 我等咱欠去图书馆喝茶等等 也好 正好我们马车上有几百罐 就不陪你们去图书馆喝茶了 你怎么随身带着几百罐钱 有个妹妹就是好 你们做梦也想不到 我们早就知道发电机的售价了 原本是打算败会完皮小宝之后 顺便去东市逛逛 所以才带了几百罐钱 没想到现在倒是用上了 竟然这么巧 可不就这么巧吗 可以猜浅您呢 既然王兄现在就要去买 那我们就随王兄一起过去看看吧 是啊是啊 王兄可别全都买走了 一套都不给我们留 不至于不至于 我们就打算买两套 肯定会给你们留下的 话虽这么说 但是催直他们还是对王元慧书之俩保持警惕 谁知道这书之俩按的什么心 谁又知道皮小宝的仓库里 到底有多少发电机和电灯 说不定直接就被王元慧书之俩给包圆了呢 足足足 我们一起去 行啊 那就一起去吧 几位老爷想必都已经知道价格了 需要多少可以来挑选一下 这就是发电机 这里总共有13台 架子上是电灯泡 有80个 这些发电机都已经检验过 没有任何问题 能够用很久 不过电灯泡属于一损耗的物件 最好还是多买几个备着 我要买两台发电机 灯泡的话 那就先来40个吧 等会儿 总共就80个灯泡 你自己就要买走一半 这可说不过去吧 就是就是 都说了灯泡是一损耗的物件 你只留下40个 我们怎么够分的 王兄啊 以我看你买10个就可以了 毕竟皮小宝在你面前都一碗被紫成 你以后想买灯泡 还不是容易的很 10个未免也太少了 这可是一损耗的物件啊 要不这样吧 那我就买30个 给你们留50个吧 不行 只留50个太少了 几位老爷不必为此争吵 虽然灯泡是一损耗的物件 但也不是那么容易坏 一个灯泡也能用许久 再说了 我们还会继续制造灯泡 也罢 既然这里正好有80个灯泡 那我们就平分吧 也不必为此而争执不休了 行 那就平分吧 这边皮小宝 正沉浸在安装电灯的大业中 外院的电灯和电线还好说 吩咐小私们干活就行了 但是到了内院 与其吩咐丫鬟婆子 还不如皮小宝自己干呢 上房 吴许的院子 沈小的院子 还有王胜南偶尔来住的那个院子 这些都够皮小宝忙活的了 最后还剩下了豫章公主住的院子 一开始 豫章公主只是偶尔住在这个院子 但是后来她慢慢的不怎么回宫了 这里也就成了她的院子 她倒是也住得理直气壮 这里距离慈善总会近 而慈善总会很忙 姐夫可真是稀客呀 说起来 这还是你第一次来我的院子呢 什么叫你的院子 这分明是我家啊 你多久没回宫里住了 忘了 过来给这个院子装电灯 我还以为你不在呢 今天慈善总会不是很忙 反正也没什么事 所以就没有过去 那我就开始装了 怎么还要你亲自动手 叫几个小内侍来干 你在旁边指点就行了 安全无小事 电灯虽然很有用 但是也很危险 所以我还是亲自上手更放心 对了 我给你们发的用电安全说明书 你看过没有 看了 都看了好几遍了呢 不只是你得看 你还得给你丫鬟们也普及一下 毕竟将来开灯 关灯什么的 还是他们来做 放心吧 我已经让他们看了好几遍了 那就好 把这个开关定在这个地方 然后电线从那里传过去 将电灯挂在那里 然后再从那里 把电线穿到内侍去 行 一切听你的 还是先装内侍吧 从内侍往外传 对了 我能进吗 当然能啊 我没看见 我没看见 搬个凳子过来 你也搬个凳子来 站上面 帮我扶一下 好的 公爷 我来吧 你扶住了 不要动就行 嗯 歪了歪了 扶正一点 啊 歪了 公主 公主 小心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这一身无异 你又不是不知道 天下第一枪法 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公主 吓死奴婢了 豫章公主 还想多体会一下 被皮小宝抱在怀里的感觉呢 怎么一向贴心的侍女 也有犯糊涂的时候 其实豫章公主 并非是故意跌倒 正因如此 她才觉得 就像是天意一般 可惜却被侍女给打扰了 哎呦 疼 疼 哪儿疼 脚疼 公主 还疼吗 要不要奴婢去请御医 还是疼 请御医不好吧 应该就是扭到脚了 我在军中跌打扭伤 也见得多了 我给你看看吧 对啊 公爷就是名医呢 我还说去请御医 真是舍尽求远呢 嗯 我的小脚丫很美 把自己美的一面 展示给最心爱的人 谁不高兴呢 万万没想到 这俩人安个电灯 竟然摔倒了 结果豫章公主的御脚受伤 而懂外科的皮小宝 自然责无庞贷地帮她治疗 在古代 女人的脚是十分私密的部位 但谁让豫章公主喜欢皮小宝呢 被皮小宝握住的那一刻 豫章公主的一颗芳心 都快要跳出来了 那疼 这里疼吗 疼 就是脚踝扭了一下 不算严重 今年 你去找一块冷水浸湿的手帕来 是公爷 冷敷一下 可以避免出现红肿 好的快 这要冷敷几分钟 要不我先唱首歌吧 算了 粉丝不同意 再换条梁的 还要来 冷敷绝对有用 能让你好得快 也不那么疼 再说了 这又不是冰 你呀 焦气 我才不焦气呢 那只脚疼吗 也 也有点疼 其实另一只脚根本就不疼 但是豫章公主却鬼使神差地说疼 因为她觉得 她的心是属于皮小宝的 那她的人也就属于皮小宝 当初决意接受慈善总会的时候 她心里就已经了然 而且 常乐姐姐也是这么想的 她在国公辅助这么长时间 难免会产生一些流言蜚语 然而姐姐却从没有任何意见 她知道姐姐的心意 是不想看她一辈子孤苦伶仃一个人 哪怕是不可能有什么名分 可是至少也能得到些许女人的滋味 此时 皮小宝轻轻地捏了几下豫章公主说疼的这只脚 发现豫章公主并没有喊疼 她马上就明白了 她突然想起了《红楼梦》里的情文 平白单了虚名 如今长安城里已经有了流言 现在还只是流言 等再过五年十年呢 到时候 纵然在说她和豫章公主是清白的 谁信呢 还有慈善总会的主意是她提出来的 所以 一直以来 皮小宝心里都对豫章公主感到愧疚 你这一双脚真美 你 你喜欢就好 伤得不重 不过也要好好休息 这么美的一双脚 若是有什么损伤 那可就太可惜了 你知道吗 其实 我很羡慕王胜南 同样是历史终生不嫁 王胜南却和皮小宝进展迅速 这让豫章公主十分羡慕 还有一点是 她羡慕王胜南可以勇敢追爱 而她就不可以 因为她是常乐的妹妹 皮小宝听了 心里不仅胆慨万千 她当然知道 豫章公主羡慕王胜南什么 虽然你执掌慈善总会 可这也并不代表你 日后不能嫁人 我之所以执掌慈善总会 就是因为不想嫁人 我十分确定 我心里已经容不下别人 除了你 我不想嫁给任何人 望着豫章公主 那痴情而又坚定的眼神 皮小宝还能说什么呢 最难销受美人恩了 红尘呀滚滚 痴痴呀情深 聚散终有事 只要你不后悔 我就不会辜负你 我此生无悔 哎呀 差点忘了 我今天来是安装电灯的 今天还装电灯啊 反正这屋里的已经装好了 其他的不如改天再装吧 那我们就来日方长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养伤 先把伤养好啊 好吧 这肚都是你绣的吗 真不错 你喜欢啊 等绣好了 我穿给你看 好啊好啊 金脸你过来 你们公主扭伤了脚 后面要多加小心 好生照顾 公爷放心 卢B会小心的 这是灯泡安装好了 我在那边安装一个开关 只要开关按下去 电灯就会亮 将开关翻上去 电灯就会熄灭 灯泡很容易坏吗 这不好说 毕竟灯泡做出来也没多久 有可能用两天就坏了 也有可能用得久一些 不过不用担心 家里会准备灯泡 随时都可以更换 我们对电灯也不甚了解 若是灯泡坏了需要更换 那怕是还得劳烦公爷过来 这没问题 来试一下 亮了 真的亮了 行了 时间也不早了 你好好休息 没事别乱动 早点把脚伤养好 有什么事 就让丫鬟去找我 好的 郎君怎么才回来啊 装电灯的时候 豫章非要帮忙 结果踩在凳子上 摔了下去 幸好我眼急手快 接住了他 不过还是扭伤了脚 严重吗 倒也不算严重 我已经帮他诊治了下 好好休息几天就好了 那切身就放心了 不过 切身倒是很好奇 郎君用了什么奇特的诊治方法 竟然连金脸都出去等着了 不愧是当家祖母 后院任何的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你 那可是我的独门秘笈 想知道啊 现在就让你体验一下 切身还是等会儿再领教郎君的独门绝技吧 现在该传饭了 都等了好一会儿了 公主的脚受了伤 卢婢吩咐了厨房将饭菜送来了 就在这儿摆饭吧 公主 您可得多吃点 补一补身子也好得快 吃多了 会不会胖啊 不会的 公主有些偏瘦了 吃得多些才更水润呢 可是我听雪儿他们说 公爷喜欢纤细修长的身材 公爷喜欢的可不只是纤细修长呢 而是该胖的地方 见过公主 公主 好像是常乐公主来了 嗯 先把饭菜撤了吧 听郎君说 你的脚扭伤了 严不严重啊 公爷说不严重 就是需要休息几天 你们都下去吧 还好没有肿起来 这几天你就好好在闺房里休息 哪都不要去了 慈善总会的事 先交给雪儿就是 姐姐 我 我 其实在我和郎君大婚之前 我就知道你喜欢他 你那么喜欢诗词 怎么可能不喜欢他呢 后来当你决定终生不嫁 筹建慈善总会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已经彻底陷进去了 原来姐姐 那时候就知道了 其实我一直都在克制自己的感情 我努力让自己不喜欢或者不那么喜欢姐夫 可是可是 姐姐 我真的努力了 我 我知道你努力过 我也明白你克制不住 只能说郎君的魅力太大 不然怎么连太原王室的大小姐都不能自已 还历时终生不嫁 再说了我怎么忍心看着自己最亲的妹妹 像是夏花一样渐渐枯萎呢 姐姐 我 国往今来 姐妹共事一夫也并不显见 春秋战国时 常有姐姐出嫁会带着妹妹一起嫁过去 姐姐 我不会嫁给姐夫的 我也不会生下孩子 能像现在这样陪在她左右就很满足了 不说了 我都明白 对了 你刚成为真正的女人 什么感觉 没 没有 姐姐你说什么呢 我听说连金莲都出去了 还以为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大白天的怎么会 就只是看了看我的脚伤的怎么样 我们姐妹之间 这有什么好害羞的 我跟你说啊 自从成了亲以后啊 常乐还没回来 还没有呢 应该快了吧 狼君在看什么呢 你回来了呀 我在看 是说新语呢 公主 是不是该安歇了 嗯 安歇吧 豫章好歇了吗 他说好歇了 不过还没下地走走试试呢 从凳子上扭了下来 肯定不清 两三天内 还是别下地走了 明天去问问孙道长 向孙道长讨歇药 豫章的小脚丫可真是美 可别留下什么伤痕才好 就是扭了一下还能留下什么伤痕 呆了这么久 你们姐妹俩都说了些什么呀 没说什么呀 嗯 没说什么嘛 没说什么还呆了这么久 还不都是因为预章的小脚丫太美了 看着就不想走了 这分明是在内涵我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不说实话 看来得用独门秘籍了 我说我说 这才对嘛 还能说什么呀 我们两姐妹真是便宜你了 公爷公爷 小人前来报喜 什么喜 出海的船队回来了 好好本宫算着时间也该回来了 船队可还顺利 损伤如何 启禀公爷 途中倒也遇到了一些风险 好在都有惊无险的渡过去了 只折损了二十几个人 基本都是世家大族的人 此行我们收获极大 他们到哪里了 几时入京 启禀公爷 我提前下船起码前来报喜 他们走水路的话 应该也差不多快到洛阳了 快到洛阳了 那正好就让他们坐火车来长安吧 火车是什么 大唐第一高手求然客要出海归来了 许久未去火车站的皮小宝 一大早就赶往火车站 他要安排火车准备 老吴啊 火车运营的怎么样 小的严格按照公爷制定的规章来 一切都十分的顺利 公爷 火车站真是日镜斗金啊 那就好 不过我制定的规章制度 也不是荆轲玉律 你们若是发现 有什么需要补充改正的地方 也要提出来 一定要将火车站运营好 公爷放心 小的一定不会辜负公爷的期望 一定会将火车站运营好 对了 出海的船队回来了 如今快要回长安城了 你派人通知洛阳火车站 让他们派人去迎接 安排船队的人坐火车前来长安 出海的船队回来了 这可是大喜事啊 小的这就派人乘坐火车前往洛阳 去吧去吧 对了公爷 这两天我总看到崔老爷子家的工匠 来火车站东丑希望的 估计是仿制发电机 或者电灯遇到问题了 不用管他们 好的 那我现在就派人去洛阳 皮小宝猜的没错 这些天来五星期望世家大族 成功将发电机仿制出来了 但是灯泡的仿制却失败了 不就是一个玻璃赵家灯芯吗 怎么就屡屡失败 这让他们十分不紧 在商量之后 他们约定一起来找王元慧 王兄 别来无恙 数日未见 今天冒昧登门 各位大家光临 蓬壁生辉啊 老夫这就让人备酒 咱们好好痛饮几杯 不用麻烦 不用麻烦 此次前来是想了解一下 王兄仿制的怎么样了 嗯 那不知道你们仿制的怎么样了 既然王兄问了起来 那我们就坦诚相告了 发电机我们仿制出来了 但是这电灯泡 暂时还没有什么头绪 原来你们也没仿制出电灯啊 哦 听这意思 你们太原王室也没仿制出电灯来啊 是的 我们也是只仿制出了发电机 电灯试验了不知道多少次都失败了 你们这里没有仿制出来吗 王兄不会藏着叶着吧 真的没有仿制出来 这个没必要隐瞒大家 我还去皮小宝那领了个苹果14 回来辅助我研究都没有成功 哦 传说中的苹果14哪里能领 就在皮小宝视频左下角的活动里 左下角厂商最近在搞暑期拉新活动 为了吸引新用户 特地准备了1万台苹果14和iPad Pro 左下角做福利都是顶配的官网新机 快教教我怎么搞 你快点进皮小宝视频左下角链接 然后再点立即下载 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 上线还有保底998 完7天还能多领4000 新注册账号 手冲一元还能解锁648神装礼包 秒世界BOSS 三天直升500级 抢福利更轻松 电灯看似简单 大家却都始终仿制不出来 可见这电灯一定有什么我们察觉不到的隐秘 难道王兄就没请教一下皮小宝吗 当然有隐秘 那就是电灯里面是真空的 不过这等隐秘王元慧可不想告诉崔子他们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是真空的 但是还没有仿制成功呢 此言诧异 虽然我们太原王室和皮小宝关系近 但是也不能什么都去问 就算是去问了 他也未必肯告诉我们 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参观一下你们的作坊 对啊 可以参观一下太原王室的作坊 虽然王元慧是个老狐狸 但是王晴云却还没修炼到警警 不可能一点医药都没露出来 好啊 既然你们想去作坊里参观 那就来吧 还请多多指教 饼猫散老爷 公子 有信使来报信 说是出海的船队回来了 什么 出海的船队回来了 不怪他们如此激动 自从去年船队出海之后 他们就无时无刻不再盼着船队归来 毕竟为了船队出海 这些世家大族付出的可不少 然而 船队出海一年多却没有任何消息 这难免让他们感到紧张 说实话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心里很担心 那只船队永远都回不来了 人呐 快将人带过来 学友 是你啊 船队真的回来了吗 汇公子的话 船队确实回来了 这是销韧情验缩减 船队真的到达了西域吗 船队折损多吗 船队有何收获 他们现在在哪里 汇兵三捞眼 船队真的到达了西域 虽然经历了很多危险 不过折损却并不多 据船上的认说 收获巨大 蔓载着金银珠宝 哦 皮小宝说的都是真的 出海果然能带来滚滚财源 到底收获了多少金银财宝 公子 这小的也不知道啊 这是停船上的认说收获巨大 而且还见他们下船的时候 带着一翔翔的金银呢 操厅的认估算了之后 还熟了不烧税呢 那收获的金银珠宝呢 在哪里 对对对 还有我们各世家大族的金银珠宝 都在哪里 船队会到汇州之后 各家的任督运送会各家了 咱们台院往事的任意境 衙运金银珠宝 前往台院去了 原来如此 只有荣过公的船队 缩获衙送汇京 揍水路的话 估计着闲仔也快到落样了 这次出海的过程还有收获 应该都会有记录吧 盛南可是海商贸易协会的副会长 这些他应该都能看得到才是 这个肯定都会有记录的 皮小宝想要发展海贸 就要有更多的人参与 这些经验和记录尤为重要 三叔妹妹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呢 我去告诉妹妹 去吧 让盛南也高兴高兴 王兄恭喜恭喜啊 同喜同喜 这下我们大家都可以放心了 以后就等着发财吧 王兄 以后可要多照顾我们 这帮老兄弟们啊 是啊是啊 贤职女贵为副会长 以后还要多照顾我们才是 可喜皮小宝不通意 我们加入海贸阻止 我找倦李死 只有下木你们的份啊 哪里哪里 李兄钱庄的生意也不比海贸差 妹妹妹妹 你嚷嚷啥 妹妹 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 嗯 怎么 你们仿制出电灯来了 什么叫你们 难道你不是我们太原王室的吗 是是是 那你说是什么好消息 妹妹 出海的船队回来了 什么 出海的船队回来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雪友回来报信 那还能有假 怎么样 这算不算好消息 高不高兴 这确实是一件大喜事 不止回来了 雪友还说这次出海收获巨大呢 他亲眼看到金银珠宝一箱一箱的往下台 皮小宝既然说出海通商财源滚滚 那自然收获巨大 说吧 你到底打什么主意 我就是好奇出海到底有多大的收获 等皮小宝船队的人回到长安的时候 你带着我一起去看看 终于到洛阳了 是啊 再有三天就可以到长安了 还真怀念龙国公的烧刀子啊 出海时代的还是太少了 太不惊喝了 这位可是张大侠 不错 某就是张仲坚 小的是龙国公府人 奉国公之命来迎接大侠去长安 迎接我 从洛阳迎接我 是这样的 我们国公制造出了火车 可日行一千多里 只需半天就能从洛阳赶到长安 所以特地派小的来接张大侠 一同前往火车站 火车是什么 怎么半天就能到长安 具体小的也解释不清楚 张大侠跟着小的前往火车站 一看便明白了 好 大家都加把救 把货物都抬下来 咱们坐火车去 今天晚上我们发车 明天早上就可以到达洛阳 那可是太好了 你们怎么来了 不是说出海的船队今天到吗 我们跟你一起去迎接啊 我这个海帽协会的副会长 当然得亲自出马前往迎接 他们这次出海就如同出征一般 是凯旋啊 行了别废话了 赶紧走吧 皮小宝 是皮小宝来了 咦 你们这是去火车站吗 还是要离开长安 听说船队的人回长安了 我们也去迎接一下 另外这次船队出海多亏了张大侠 我们也该当面感谢一下才是 那倒是 这次船队出海全仰仗张大侠了 这里真的是长安吗 这应该就是长安无疑 果知这一路确实在朝着长安的方向行进 速度比起码还快 按照速度和时间推算 我们现在应该是长安交换 大家放心吧 这里是长安火车站 距离长安城也只有20里路 距离皮庄只有10里路 无管事 小刘啊 蒙公爷看中任命我为长安火车站的总管事 里面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早饭 各位请吧 求然克他们在火车站的食堂吃完早饭后 又将一箱箱的金银珠宝搬到了马车上 这个时候皮小宝带着人浩浩荡荡的赶来了 张大侠可把你给判回来了 性不辱命啊 国公别来无恙 怎么样 这次出海可还顺利 还真挺顺利的 没遇上什么太大的风险 那就好 辛苦张大侠了 每次见到国公 都要被国公吓一跳 某才离开大唐一年多 感觉就跟离开了半辈子一样 这火车能在一千多人 日行一千多里 太令人震惊了 蒸汽火车而已 没那么神奇 这一路上我也看了 不过是两根铁轨 比起修建大运河来容易的太多 但是起到的作用绝不逊于大运河 若是能将铁路修建下去 真是造福千秋万代 恭莫大言之举 陛下已经着手 在全国兴建铁路 总有一天 铁路会贯穿到 大唐的每一个角落 那太好了 能看到这样神奇的火车 不枉凭声吗 我张仲坚一生见过 不知道多少精彩绝艳之人 但能让我欣赏之人 亦不算多 你算一个 不敢当 实不敢当 没什么不敢当的 李世民也罢 李静也罢 房玄林也罢 都不如你 明君 明将 梁相 古往今来也不算罕见 然而你这家伙 却是绝无惊有啊 你说你夸皮小宝也就罢了 为什么非要把陛下 也扯进来呢 你求然客一代豪杰 天不怕地不怕 我们这听的人都觉得害怕 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看把你们吓得 皇帝又如何 正所谓铁打的 世家流水的皇帝 不过他求然客说得很对 明君明将都不罕见 怎么偏偏就冒出了 皮小宝这个妖孽呢 随后马车浩浩荡荡地 进入长安城 因为这些金银珠宝 不只是皮小宝一个人的 所以他要先将这些金银珠宝 清点完毕 再按照份额分派 来人把地上都铺满毡布 在地上铺满毡布干什么 把木箱打开 把财物都倒出来 然后彻底清点清楚 让开 这是什么东西 黄金 我能不知道这是黄金吗 只是这黄金 怎么跟铜钱似的 你们懂什么 这是金币 这确实是西域的金币 虽然不常见 倒也不算罕见 随后成处 莫等人将木箱 一个个的劈开 一开始 他们感觉很兴奋 但随着一个个木箱被砍破 他们就更兴奋了 虽然他们家里 也都不缺银钱 可是看到堆积 成山一样的金币银币 他们也经不住 心跳加快 陛下驾到 出海真是裁员滚滚 一次出海 就能搬回的金银山 不但成处 莫掌孙冲 这些二世祖惊呆了 连武姓期望世家大族 也十分的眼馋 就在此时 李世民带着重臣来了 好大一座金银山啊 这就是出海收获的金银吗 对啊 你没看 这是金币银币吗 咱大堂可没这玩意 你怎么把这些金银 都堆积在庭院里呢 当然是为了分钱啊 这样多清楚明了 美加只派几个账房过来 一起将这些金银 统计清楚了 然后再按照份额 分了就是 对了 怎么没见求然客呢 张大侠对这些俗事 不感兴趣 入长安后 就离开趣味国公府了 依旧还是那个张仲坚啊 估计是不想见到镇 和朝中熏贵 这次出海的收获 可真不少啊 皮小宝 船队什么时候再次出海啊 出一趟海 就能拉回这么大一堆金银 谁不想让船队继续出海啊 上次船队出海 不过是尝试性的 并没有将所有的海船都带上 而这一年多 大家都又制造出不少海船 若是再出海 能带回多少金银 想想就令人激动啊 不只是李世民 崔志王元慧他们也十分的关注 什么时候出海还得再商量 毕竟出海的船员才刚刚回来 总得让他们和家人团聚一下 而且求然客 肯定不会再领着船队出海 我还得问问求然客 看看这些出海的船员们 学的怎么样 到底有没有能力带着船队出海 说到底还是人才不够啊 还得继续培养人才 那怎么培养人才呢 我是这么想的 这次出海 船队的规模依然不要扩大 挑一些有点底子的新人跟着 留下一部分有经验的船员 再带一批新人 在进海转悠转悠 嗯 你这个打算是对的 出海不是小事 海上风云多变换 虽然出海利润极大 但是也要稳妥 是啊 毕竟这些船员对出海还不熟悉 求然客不领着船队出海 也确实不怎么让大家放心 皮小宝 出海的是你多费心安排 朕还有正事要处理 就先回宫了 臣恭送陛下 我们也告辞了 你决定什么时候出海 还请提前通知一下我们 也好早做准备 那是自然 你们都是协会的人 我怎么也不会漏了你们 到时候会让盛南协调处理的 此时出海的焦点人物 求然客走进了一座酒楼 他脑海里依然在回想着 李静昨天说的话 出海一年多 竟然发生了那么多事 大唐竟然覆灭了高沟里 要知道隋阳第三争辽东 轻举国之力都没成功啊 不仅如此 大唐还兵不血刃地 拿下了土玉魂 攻占了土玻 求然客作为一个局外人 听李世民和李静等朝臣 是不可能做到的 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批小宝 小二 来两坛烧刀子 有什么好吃的招牌 才都上一遍 好嘞 客官您稍等 你们是不知道 这次荣国公的船队 归来带着好多大箱子 里面全都是黄金 对对对 我还听说荣国公 一斧子一斧子地将箱子劈开 里面的黄金在庭院里 堆成了一座金山呢 没错 就连皇帝都被惊动了 带着温武大臣前去看热闹呢 我的个乖乖 海外真是遍地黄金啊 出海一趟竟然能拉回一座金山 整个酒楼都在议论金山的事 一开始 求然客还有些不理解 觉得皮小宝太过高调了 但是听着听着他突然就明白了 皮小宝这分明是在为出海造势的 虽然都是烧刀子 但是皮小宝府里的烧刀子 可比这要醇香的多 说起来 我回到长安应该找皮小宝好好喝个酒 好好聊一聊 看来伤已经好了 应该是好了吧 应该 那就是还不确定咯 那我再给你检查一下 好啊 是好了 想蹦就蹦 想跳就跳 都没什么问题了 嗯 上次你说的那个兜兜我已经绣好了 你要不要看看 好啊好啊 英洛姐姐 你怎么来了 我也知道不该来打扰 不过求然客来了 公爷曾经吩咐过 若是求然客来访 一定第一时间禀报他 那要不等一会儿 金莲是谁啊 公主 是英洛姐姐 说是求然客来了 急着要见公爷 啊 豫章公主顿时僵住了 皮小宝也觉得有些遗憾 小帐篷都已经支起来了 这时候 却要演气息 没想到 求然客这么快就来了 他和魏国公一年多没见 我还以为他会在魏国公 辅多休息休息呢 是啊 他来的也太不巧了 以后还有机会 而且也不能让你受委屈 嗯 先请张大侠去前厅喝茶 我马上就过去 好的公爷 求然客这次出海 不但领了路 还培养了很多出海船员 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不过他这人十分骄傲 也不耗钱财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 所以才吩咐下去 若他来的话 一定第一时间禀报我 不好怠慢了他 嗯 我明白 你闲下是吗 张大侠久等了 冒昧来访 没打扰到国公吧 没有没有 前段时间都在忙着修建铁路 这才闲下来 铁路和火车真是了不起 造福百姓 造福千秋万代啊 张大侠就不要再夸我了 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宴了 咱们边喝边聊 哈哈哈哈 老夫就缠你的烧刀子呢 就是这个味道 你这烧刀子让人走到哪里都怀念了 这一杯酒 感谢你冒险 带领船队出海 顺利归来 你这话说的就太见外了 原本我就欠着你那么大的人情啊 对了船队还是要出海吧 我也没什么事 若是你信任我的话 我就再带领船队出海一次 张大侠 你觉得刘晓川他们现在能独当一面吗 能不能带领船队去西域 刘晓川虽然年纪不大 却十分机灵 而且刻骨好学 这几年进步非常大 以我之间 确实能独当一面了 不过海上风云变换 去西域路途遥远 别说是刘晓川了 就算是我 也不敢保证一定能顺利回来 当初我挑人的时候 就是看他脑子活泛十分勤快 而且有冒险精神 张大侠实事求是的说 若是让刘晓川带领船队出海 你觉得能有多大的把握 顺利归来 说实话 把握很大 甚至说比我亲自带领船队出海 也差不多少 出海其实也要看运气 只要他的运气不是实在差劲 应该没什么问题 既然刘晓川已经能独当一面了 那就让他带领船队出海试试吧 张大侠你一直盼着去 开辟新的航路 就不用再带领船队出海了 也该盲你自己的心愿了 说实话 我确实挺想去开辟新的航路 去了解这个世界 不过若是你们不放心 我在带领船队跑一趟西域也无妨 他们已经学成出师 那就得放手 让他们去闯荡 这次出海 就让刘晓川带领船队去西域吧 其实我更想张大侠 能够停下来歇一歇 在长安入隔一年半载 好好享受一下平静的生活 我可不想留在长安虚度光阴 我的宿命就是大汗 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 搏击风浪才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与其留在长安 还不如带领船队去西域呢 不用不用 这次就让刘晓川带领船队去西域吧 不过我也必须得提醒你 船队出海难免会有风险 我觉得还是将船队分开来比较好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将船队一分为二 刘晓川带领船队去西域 也留下一部分船队 和经验丰富的海员来培养新人 原来国公都想到了 张大侠提醒才是 张大侠决议去开拓新的航路了吗 为公一职都很担忧你呀 时不我待啊 我想亲自去丈量这个世界 我想探索大海 其实我二弟也不必担心我 人活这一辈子 最重要的就是自以快活 不然就算活到一百岁也没什么意思 妹妹你怎么还没有准备 咱们不是要回去吗 不是咱们 是你们 什么意思 什么叫你们 你们先回去 我不回去 我游在长安还有事呢 不是说好了一起回去吗 你怎么又反悔了 是你和三叔商量着回去 我可从来没有答应过 再说了 你们都走了 我当然得留在长安看着呀 什么留在长安看着 分明是不舍得提小宝 上次父亲和母亲来信 就希望你能回去一趟 妹妹啊 你都有多久没有回去了 难道你就不想家吗 我当然也想家 再过一段时间回家也不迟 妹妹 父亲和母亲真的很想你 这次你若是回去了那还好说 若是你没回去 那等你回去的时候 父亲和母亲可能短时间内 不会再让你出来了 啊 好吧 那我就先回去一趟吧 今天和张大侠说了许多 张大侠都说了些什么 他主动提起 要再带领船队跑一趟 不过我能看出来 他只是为了还人情才这么做 所以我就拒绝了 他还说刘小川 已经能独当一面 能带领船队去西域 这是好事啊 以后咱们的船队 就不用麻烦张大侠了 刘小川是咱们家培养的 想怎么指派都行 再让他培养几个出来 那船队就彻底立起来了 是啊 只要刘小川这次出海 能顺利回来 这船队就算是彻底立起来了 这次出海十分重要 可是刘小川毕竟没有 张大侠的名望 所以我必须帮他 将名望建立起来 给船队鼓舞士气 确保刘小川 在船队中的升威 怎么帮助他将名望 建立起来呢 所以我还是得去一次海州 一来呢 检验一下船队 二来呢 也算是给船队鼓舞士气 要去海州 不去不行吗 我不想你去 于情于理 还是得去一趟 时间也不会太久 再说了去海州 又没什么危险 你也不必担心 那我也跟着你一起去好不好 我还真想和你一起 携手遨游 赏遍天下美景 不过现在却不行 为什么现在不行 因为皮蛋还小啊 又没法带着他一起上路 你舍得将他扔在家里呀 好吧 我还得留下来照顾皮蛋 对了 王胜南是不是要跟着你一起去海州 他毕竟是海帽协会的副会长 应该也会去海州吧 哼 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为了和他约会 所以才跑去海州 怎么会 我要和他约会 随时都可以呀 干嘛还大老远的跑去海州 这次出海很重要 又没有求然克压阵 我确实必须得去看看 那要不就让雪儿跟着去吧 他跟着也能好好照顾你 钱庄那么多事 还有慈善总会的事 他能抽得出身吗 若是能的话 那就让他跟着 吴许肯定愿意跟着去海州 而且以吴许的资荣和手段 完全能和王胜南平分秋色 若真让吴许跟着去海州 王胜南未必能如愿找到机会 但是 若常乐真的让吴许跟着去海州 那王胜南肯定会恨死他 毕竟 这对王胜南来说 是难得的机会 府里这么多生意 还有钱庄 一直都是雪儿在管着 慈善总会也离不开他 还是让他留在长安 就让小小跟着吧